第67届全县运动会圣火传递 今天上午在蓝田书院举行 由副县长陈正生点燃圣火后 并依序传递到选手手中将圣火传绕13项镇事 而本次县运总锦标命名为夺标 传达了一代接一代为体育赛事争取最佳成绩的意涵 希望这项活动绝对不能停止 甚至要职联来延续这个新火 那今年这一次的总锦标是夺标 这是有一个象征意义 就是一代接一代为体育赛事争取最佳成绩 县议员张维华、张家哲也到场观礼 张维华议员表示 借由运动会圣火传递给运动员 这是一种精神及体力上的加持 张家哲议员也鼓励大家一起参加这项全民运动会 我们很多运动员就藉由这个机会 能够把这些运动的精神 来在这个我们南投非常非常出名的蓝田书院这里 来把这一次第一次的这个圣火把它传递出去 这给我们很多运动员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精神上跟身体上的一个加持 今天是我们南投县108年度全县运动会的圣火传递 特别在我们南投市这个集聚古迹文化意义的 蓝田书院里面举办 我想这个标榜着这个全民健康以及这个运动 还有鼓励我们这些小中小学 还有这些社会人士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运动大会的盛事 南投县体育会总管事洪敏会表示 县运会也包括公交人员区位竞赛及身障人士障碍赛等等 其免大家注意运动安全 新红达七家这个冠文会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来完成这次赛事 把最好的典型我们的乡亲来最好的竞技 给我们的乡亲来做一个行程 今年全县运动会定11月2日到5日 在县里体育场举行并搭配米食饗宴 希望能吸引更多县民一起来运动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